一帶一路 倡議推動完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貿易 而香港已經有不少的企業 都已經在這些新興市場發展業務 他們的經驗和見解 相信能夠對大家發展這條新的思路 有啟示性的參考作用 我們看的是比較中長期的 我們是從事道路的大型裝備的製造商 開拓新市場不能太積慶 所以我們必須要對市場有很好的 前期的調研 多點去了解當地市場和客戶的需求 做好一個很好的定位 以及必須要適當地做出一定的本地化措施 港商是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的頭腦比較靈活 整個供應鏈裡面 我們都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去插入 去幫助他們去解決 他們新興國家其實面對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國際化的金融機構下 我們可以和他們多點合作 對我們開拓國際市場來說 都是一個很便利的 作為中小企 我們都是有一個機會去參與這個一帶一路 最主要是你有沒有一個決心 雖然項目都是很大型的 但其實大有大造細小造 亦都可以和別人合作做的 我們由發展規劃到施工 我們都可以做得一條龍的服務 香港建造業的優勢 就是我們有很多很有經驗的承辦商 已經我們有很多專才在這裡 可以完全配合到一帶一路的工程的發展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商機 亦都幫到香港很多公司 或者香港的提升的專業水平 我覺得香港公司有這樣的機會 應該正式參與 一帶一路完善國家 特別是中亞地區 是一個我新興的開發點 我們在內地投資 積聚我們改革開放 二、三十年的經驗 其實可以完全都引用到 所以我們在那裡投資 我相信我們絕大部分 都有這樣的優勢 最主要是國家有政策 也都成立很多 譬如下頭行、私道基金 變了有很多時候需要融資 比較容易一些 有這樣的配合 另一方面 亦都是很多基建的項目 都會看到 幫到他們的經濟發展 各行各業 我相信都有一個很大的商機 隨著一帶一路 不斷帶動完善國家的人流 刺激貿易活動 不同規模 不同行業的港商 都有更多走出去海外發展的機會 我們一直支持香港企業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項目 我們的環球網絡和專業團隊 正正可以為企業提供當地支援 一帶一路的出現 無疑在香港企業發揮 國際優勢的好機會 要好好把握這些機會 大家必須要對這些新興市場 加強認識